我主持陳俊偉和今天的嘉賓Leo 剛才說台中 以後我們發現有很多事情可以說 只不過可能說不完 譬如有些地方審計新村 以前是審計處的人退屋住 現在又是舊屋 又被荒廢了 然後又變成文創區 很多年輕人出去打卡 變成一個很有特色的藝術區 剛才也有說什麼柳川 柳川水岸一向都在市中心 大家都知道在台中市中心有一條河 現在將河案活化得很漂亮 那一陣子韓國首爾也有做這件事 我也看過如果晚上有燈飾就會很漂亮 而且那裡也是旺區 變成我們在台中會住兩萬 我們可以安排一些時間給大家 不要只知道去台灣就是逛夜市 同時我們也可以讓他們在黃昏去逛柳川 沒錯 另外亦有一個地方很出名 就是公園眼科 很多朋友去完海中一定要打卡的地方 其實真的是一個很舊時的建築力 日治時期那個地方真的是一個最著名的眼科診所 四五年之後二次大戰結束 日本戰敗國 日治時期的醫生都回到日本 剩下後來變成了台中的衛生院 隨時代的變遷變成危流 因為太多年沒有報復收 到後來又不是 大家覺得與其拆了它 不如補育然後再重收 於是就變成一個古蹟 現在裡面民創區 建築很漂亮 而且裡面有很多小店 買很多伴手禮 最出名的竟然不是賣東西 而是去吃雪糕 吃雪糕也是出名的 是我們這些朋友 老實 拍照來說是挺好的 而且我認識所有的朋友 去台中都要去那邊吃東西 為什麼呢 當我們在十月尾 可能要把行程改變 要變成由原先的西奧帕斯 可能要找一個短短的地方 去代替這個旅程 聊起台中的時候 我和台灣那邊的拍檔 他就有介紹這個公園眼科 覺得對我們應該要去 當時我都爭論了 一個公園眼科 照聽字面怎樣都是什麼 所以和他互動一下 也拿了一些資料 原來他又告訴我 這是現在的年青人 是來打卡的 KOL的點擊率很高 你猜不到的最出名 是來這裡吃冰淇淋 大家都喜歡的 與此同時 我們當地的朋友 都推薦了一些 台中的食店給我們 當中有些很有特色 其實種類很多種 據說台中的創作料理 是很出名的 很多台灣的創作料理 都由台中開始 早十年前還在台中很名氣的 一位難求的女廚神 另外也有些不同的部落美食 我們看看第四個檔案 就是台中城市部 樂園住民餐廳 有時我們去一些原住民餐廳 通常都會去到台東、花蓮縣等地方 其實台中市中心都有的 而且做得挺漂亮的 室內室外都有座位 有一點做到綠林之類 做得漂亮 另外你有歌舞表演 吃的東西其實都可以的 請看下一張照片 這就是那邊室內的環境 再下張照片 其實很多朋友去過台灣的原住民餐廳 都會發現食物很棒 一定有些新鮮 雞和山豬 還有其他小米種 都是非常好吃的 所以我們都在想 我們會不會去吃一餐 他們基本上在台灣吃豬肉和雞 是沒有什麼失脫的 對 還有烤魚也是好吃的 還有原住民煮的方法 通常都是烤 即是用火烤 蒸或水煮 簡單 最主要是口食菜的新鮮 不會油炸 所以他們用回原住民的以前的烤魚方法 來呈現他們的美食文化給我們看 這個小米種 有些朋友真的很喜歡 因為裡面的豬肉的味道很香 這個我們可能會想一想 因為去到台灣 能夠吃到真正的原住民菜 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與此同時 我們也會去另一個地方 叫做中山招待所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嗎 其實很多招待所都知道 當年都是吃香的地方 看下張照片 就是一些比較舊式的羊牛 應該說很老派 但是放心 其實裡面吃的東西 和你們現在想像中的老派 可能是台菜或其他 其實不是那一回事 對 本來這幢建築是因為美軍絕集 而留下的老房子 本來是一個醫生擁有 後來他移民後 有人很欣賞這裡的建築 本來很明顯是大宅 於是發覺 不如將它改成一個 大家都可以進來的地方 裡面就是餐廳 外面有潛亭、水池、樹林 感覺上非常好 拍照也非常漂亮 進去後 原來是吃法國菜 我們再看看這張照片 就是他的法國菜 他的食物 水準如何呢 我們要拭目以待 但我覺得環境上已經贏了 沒錯 因為他真的有民國初年那種 那種舊式的洋房的感覺 有些像是現在 在舊上海三、四十年代 在法造間是一座大宅 寫一個很傳統、很地道的法國 如果我現在看照片 理論上應該是可以的 食物應該不會差到哪裡 大家到時候 等我們初五之後 我們公佈了消息 公佈了價錢 就可以報名 就可以一起玩 接下來我們可以說說苗栗 是嗎 那苗栗你自己有沒有認識 苗栗我的認識 我沒有去過溫泉區 但是我們這次其實這一間 但我介紹過很多客人住過 因為他從新開的時候 當時還沒得到那麼多獎 因為他的建築很漂亮 他整件事是將設計、modern 和他本身的天然環境 和他捉住旁邊的溪 好像融為一體 所以他在酒店拿了很多獎 這個溫泉就叫泰安觀寺 長期佔據台灣最佳溫泉的投票 票算前五名 在我看溫泉這個圖片之前 我剛剛說了這個苗栗 其實苗栗縣本身 都是距離台北兩小時左右 很近的 剛剛在台中的北面 就是向台北方向的北面 而苗栗有一件事很特別 就是其中有兩個地方 一個是南莊鄉 一個是三二鄉 入了國際的萬城組織 認證成為萬活城市 整個台灣只有這兩個地方 才能入到萬活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萬活這件事 其實是一個意大利的地方 開始推動的 就說這個世界發展得太快 事情都趕快 影響了生活質素 於是他推廣了一種叫做萬活 Slow Life和Slow Eat 即是慢食 希望有些城市 和意大利城市一樣 就講求這個萬活 萬食和萬遊這個態度 就是希望鼓勵大家 慢慢地生活 好好享受 不要那麼緊張 而這個苗栗 就因為這個南莊鄉和三二鄉 成功打入了這個行列裡面 這次我們的行程都策劃了 就一定會去南莊鄉和三二鄉 現在我們途中所見 就是這個台灣官子的溫泉 這張照片我拍的 這個是泳池 沒錯 泳池也好像我們之前有用過的 泰國學精英一樣 他不至於Infinity Pool 但你覺得好像游泳的時候 和山是融為一體 我們看另一邊 下張照片就是泳池另一邊 很厲害 在泳池裡面也看到高山 山谷和雲 非常漂亮 下一張照片就是他們的 這個就是他們的主流 其實也很神奇的 你見到主流設計 有很多植物 有些範圍是讓大自然的環境侵蝕了 而做出來的比較破舊的感覺 希望儘量融入大自然的感覺 不會覺得這座建築 突然在一個樹林裡伸出來 但周圍的環境真的很漂亮 山區樹林 剛剛在山谷裡面的河邊 下張照片就是房間的走廊 所有走廊都是對著天然環境 再下張照片就是他們應該是酒店大堂 大堂設計也是非常漂亮 進去後你會發現原來真的很典雅 是的 設計是很新穎 而且是很用的東西 你見到花了很多心思 在就著環境來設計 是的 下張照片就是 我擦碗的時候 就發覺它有很多水池 還有它有很多叫做裸湯 即是南美分開的露天的溫泉 大家就要剝沙來浸泡 泳池就不用了 穿著泳褲就可以游 在這些落湯附近 都用了不少錢的藝術品 再下張照片應該是我住的房 是的 這個就是我住的房 每間房都應該有私人風雷 沒錯 所有房間都有私人風雷 而且你會對著山景 晚上的時候 山景看得不太清楚 因為有反光和玻璃 如果是晨早泡湯 或是晨早泡湯 就會真的可以對著樹林 非常爽快 再下張照片 這個是我朋友 即是阿細 那次是 他坐在馬桶 因為馬桶也是很開放式的 再下張照片 應該是另一間房間 另一間房間 另一間房間 每間房間的設計 都有點不同 再下一間 這個也是阿細的照片 請跳一張 然後就是餐廳 其實因為這個綠林 這個地勢 都是有點高高低低的 所以整個環境 其實是遷就地利 遷就山勢 所以餐廳也是傾斜的 一層一層 一層一層 好像去了看那些 廁所 但當日我們吃過早餐 都非常滿意 裡面的晚餐也是 因為台灣的溫泉旅館 就不像日式一樣 基本上是必然的選擇 是一排糧食 他們便可以選擇 所以我們也跟他們 在研究他們的餐牌 有哪一個是我們會比較合適 或者我們跟他們 對 我們的團去安排 我跳一張照片 就會看到當時 早上我吃早餐的情況 設計得非常好的 就是 就算它有樓梯 有傾斜度 都因為它有一個 超大的玻璃幕牆 令你把外面的天然景色 都融入了在室內裡 所以吃早餐的時候 就算你樓梯抵食 你都不覺得自己樓梯抵食 就覺得外面很漂亮 基本上它每一個位置都是風景 是 下一張照片就是早餐 其實中西美店都齊齊了 如果大家喜歡吃中式的話 這裡就很好 因為又用了道地的食材 就吃台式的早餐 用的很新鮮 下一張照片是什麼 對 早餐有小籠包吃 對 這間做得挺好的 另外還有一些潮州的果 客家還是潮州 用糯米做的甜點 對 有不同的餡料 因為當地有很多客家 人潮州人 應該是客家多些 所以早餐都充滿了客家特色 最下張照片就是 我當時去的時候是秋天 所以是齒子成熟時 當地有很多臨齒可以吃 我們看下張照片 齒真的多到新鮮 早餐都已經有提供了 下一張照片 有趣的就是 很多時候你去日本住溫泉 房間會送小食給你 或者很多酒店都會送小食 通常都是朱古力 甜食等 但這一間就會送客家的米糕 一個是黑糖味 一個是紅豆味 是很好吃的 你就可以反映到那一區的蜜蜂 是很客家的口味 這一間是我非常推薦的 也很希望能夠入住 一起吃個晚餐 再吃個早餐 好好地泡湯 沒錯 而且我們好像為了配合這個 住這個酒店 也配合整個地方 剛才你一直都說出名的是 比較多客家人的 所以我們也預計在行程中 安排在整個台灣 其中一間比較出名的客家菜 當然是哪一間 我們稍後回來繼續 沒錯 最重要的是 這間酒店也挺搶手的 所以很希望到時候我們一初五之後 要盡快報名 讓我們去雨樓房間 是的 好 接著我們聽一首歌回來 繼續說的節目 也是一位台灣歌手 對嗎 沒錯 壞語更壞 在說的是誰 壞語更壞 其實可能是現在這個環境 也不奇怪 我們經歷了已經很壞的19年 大約2020年 竟然又有現在這麼棘手的 大家現在一手去留意新聞都知道 很關心武漢事件的情況 是的 以為SARS是壞 原來武漢肺炎更壞 好 待會繼續我們的節目 先聽一首歌